有任何宗教信仰 有任何宗教信仰都好 其實對於面對危機或者甚至是死亡 其實是容易一些過渡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覺得任何一種宗教 其實都是令到別人離苦得樂的 意思就是說 一些我們認為的痛苦、受苦 是離開然後得到一個安樂、自在的 就說回死亡這件事 在天主教、基督教、甚至是回教 其實都是說你往生之後 即是你死了之後 其實是回到你主的身邊 變成得到永生 而你的親朋戚友 如果大家有一個宗教信仰的話 我們就會將來在天上重聚 這一種就會令到大家 你就沒有那麼怕 但法國的說法就是說 人的生命是不止一期的 即是如果我今生的死亡 就好像我這層樓變成危樓了 倒了 我會搬過一層新樓 其實那個概念就是這樣 所以也不需要太過害怕 通常人面對死亡的那種害怕和恐懼 就是因為不知道會怎樣 但如果你是一個虔誠的教徒 你是深信教義告訴你 是會這樣的 那你就不會再害怕 但一般人最難接受 就是失去了我擁有的東西 即是我是親人 我是財富 我很喜歡的一些東西 即是失去那些東西 他們是不捨的 而這一點是令到他們的痛苦 其實是最大的 如果我們知道這些情況之後 不要緊要 因為在佛法的看法 就是你沒有擁有任何一件事 即是你今生好像在你名下的這些東西 其實是在這段時間給你用的 其實你沒有實質的擁有權 其實你沒有實質的擁有權 其實你沒有實質的擁有權